本期话题 外戚为何容易干政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发生过外戚干政的事 所谓外戚呢 就是皇帝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 按说这些人呢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可能到达权力中心的 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呢 皇帝不得不把权力交到他们手上 这些外戚获得权力后呢 大多数都会过度膨胀 扰乱朝纲 甚至威胁到皇帝的位置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皇帝还会让外戚干政的事情发生呢 皇帝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今天呢 老梁同事就给大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个导致外戚干政的原因呢 是皇位继承制度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代的皇权更迭 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 那这种制度呢 它不受年龄限制 甭管这个皇帝多小 只要是长子就行 直接导致了皇帝早逝后呢 年幼的小皇帝继位的现象 频频出现 那么这些小皇帝登基的时候呢 连事都不懂 更别说处理朝政了 所以无论出于亲情 还是出于维护皇族利益 皇帝的母亲 也就是皇太后 都会在这时候站出来呢 以监护人的身份 代替小皇帝处理国政 比方说我们特别熟悉的武则天和慈禧 最初呢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踏入政坛的 那么太后凭一己之力 是不能把控朝廷 她毕竟是辅导人家 所以和自己最近的娘家人呢 就成了她的帮手 这就为外戚进入权力中心 提供了渠道 所以就说外戚容易干政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皇帝年幼 太后摄政 咱们举个例子啊 汉朝呢 是外戚干政现象最严重的侨戴 汉顺帝刘宝去世以后呢 他唯一的儿子 年纪一岁的刘炳继承皇位 你说一岁还能懂啥 就摆不样子 所以这权力就落到皇太后 梁娜手里头 这个梁娜呢 不是刘炳的生母 她的生身母亲呢 身份很低 也就是说刘炳虽然是长子 但不是嫡长子 照理说不该被立位太子 可是咱刚才说了 这汉顺的刘宝 就刘炳这么一个儿子 没得选择 所以他死后呢 只能让刘炳继位 为了让刘炳的身份名正言顺呢 刘宝的皇后梁娜 就成了刘炳的嫡母 被封为皇太后 替刘炳的临朝设政 那这事看着挺顺 实际上状况不断 刘炳呢 刚继位半年 因病夭折了 汉朝一时之间呢 成了无地之国 没皇帝了 这梁大呢 也不知所措 找主行谷 就把自己哥哥梁继 叫入宫中 你看 找自己娘家人 商量对策 最终那两人决定呢 让渤海孝王 刘洪之子 刘炳继位 这个刘炳继位之后呢 梁娜依然以皇太后身份 把持朝政 他怕别人篡权 就把大权呢 交到自己哥哥梁继手里 这梁继可不是个省油灯 他虽然出身贵族 长了一张坏人脸 有个成语呢 叫冤奸柴木 就打他这来的 冤奸 就是肩膀高耸 像老鹰一样 柴木 目光凶狠 像柴狼一样 冤奸柴木 夹在一起 就形容这人的长得 特别阴险凶恶 梁继呢 也对他起司格长相 啊 游手好闲 横满放肆 好酒淡杯 所以他恶名呢 老早都人人皆知 这梁继没入宫之前呢 曾经担任过河南瘾 在任期间呢 残暴放纵 做很多违法的事 他父亲呢 梁商 有个好朋友 是洛阳县令吕放 有点看不过眼 就把梁继的所作所为呢 告诉给梁商 梁商非常生气 写信呢 把儿子梁继大骂一顿 梁继自此就因为这事 恨上吕放了 最后找几乎派人呢 刺杀了吕放 吕放被杀了之后呢 梁继呢 怕自个儿爸爸知道是他干的 就把刺杀吕放的嫌疑啊 嫁祸给吕放的仇家 还请求啊 让吕放的弟弟吕雨啊 去捉拿吕放的仇家 最后把他整个宗族 以及一百多个 跟他有师生关系的一些兵客 全都杀掉了 所以梁继为了圆自己的谎言 搭上近两百人性命 你说这么样一个人管理朝廷 得多可怕 这梁继大权栽卧以后呢 更加娇舌残暴 经常对群臣呢 一指七十不可一事 很多正直朝臣呢 受不了侮辱 纷纷上书 批评梁继所作所为 当时的皇帝啊 刘斩 虽然只有九岁 但挺早熟 他对梁继呢 也非常看不顺眼 所以有一次呢 上朝呢 他当着群臣的面 训斥梁继说 此跋扈将军也 意思说你梁继也 也太嚣张跋扈了 所以这跋扈将军典故 也是从这来的 那被皇上 这么一个小孩当众训斥 梁继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他就找到这个妹妹梁娜 说你看这刘斩虽然小 但是很聪明早熟 一旦长大呀 咱可摆了不了他 咱得另做打算 这梁娜呢 是个辅导人家 虽然有野心 但没那胆 所以只能这事 交给说 哥哥你看怎么办吧 所以在公元146年呢 梁继呢 让安插在刘斩身边的亲信 暗中把毒药啊 掺在这个吃的东西里头 这刘斩吃了之后呢 不一会儿就觉得胸闷肚疼 梁继呢 借探病为由 来到刘斩身边 这刘斩说 我要喝水 梁继立刻租说 别喝水 喝水你刚才呕吐了 其实咱们都知道 呕吐呢 就能够减少对毒药的吸收 可惜当时的人不知道 也没人怀疑梁继的用心 眼睁睁看着刘斩呢 在痛苦当中死了 刘斩死了之后呢 梁继呢 立吕武侯刘志为皇帝 刘志那时候才14岁 年龄小 加上意外当了皇帝 所以他对梁继很害怕 很忌惮 这样一来 梁继就真正惩罢朝廷 他就光明正大的贪污 让有钱人给他送礼 钱不够找 罪名把人给杀了 他招揽很多亡命之徒 为己所用 凡是反对他的 就让这些亡命徒 把这些杀了做掉 所以当时梁继呢 已经骄亨气声到极点 这些官员呢 没人敢违抗他命令 当时呢 这个梁继他家里头 一共有九个人封侯 除了三位皇后 六位贵人 两位大将军 娶公主的三个人 其余的呢 担任清啊 将啊 隐呢 肖啊 总共五十七人 这么庞大的外戚体系 汉朝差一点就姓梁 当然 梁继最后结局呢 大快人心 他亲手福利的皇帝刘志 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羽翼成熟了 就开始忍受不了梁继的恶行 设计杀死了梁继 和他的妻子孙兽 并诛杀梁继两家 大概 几乎全部的族人吧 最后还罢免官员三百多人 据说当时朝廷都空了 就剩几个主要大神 可见梁继的党羽 遍布朝廷各个角落 梁继不死 汉朝就得死 所以这梁继非死不可 所以这是皇帝年幼 太后摄政 就会造成外戚干政 这是头一个原因 第二个外戚干政的原因 就是后宫祸宠之后啊 为了培养势力 引荐外戚入朝为官 你看皇上就一个 但皇上的女人却不止一个 你为了让自己脱颖而出呢 后宫嫔妃会使出浑身解数 向皇帝争宠 一旦得宠呢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他娘家人就会跟着占光 而他为了巩固自个势力呢 也愿意让自己的娘家人呢 获得更多权利 理应外合 这样呢 这些得了宠的嫔妃啊 就会在皇上呢 耳边不断吹枕面风 皇上就容易被灌蜜昏堂 把他的家人当作权臣重用 这样一来呢 后宫外戚就进入权力中心 最典型的历史呢 杨贵妃得了唐玄忠宠宠案 就把自己哥和杨国忠啊 招入朝中当了大官 杨国忠呢 本名叫杨昭 对唐氏有些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杨玉环的哥哥 但不是他亲哥哥 他俩是同一个曾祖父 就同一个太爷爷 唐兄妹关系 到他这都差点出了五诺了 那么杨国忠呢 和他妹妹杨玉环一样呢 都继承了杨家的优秀基因 人长得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能说会道 给人定音一下很不错 可杨国忠这个人的本质 跟外表极其不符 他骨子里是个市井无赖 喜欢喝酒赌博 惹是生非 经常欠人钱 连杨家本族的人呢 都不跟他走动 所以杨玉环呢 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好人 一直到后来呢 这杨玉环进了宫以后呢 这杨国忠值得这些了 认识了一个有钱人 给他资助了价值万两的礼物 到京城打点观音 这才跟自个妹妹杨玉环呢 见面攀上观音 兄妹见面之后呢 杨玉环很高兴 为啥呢 他姐姐挺多 但没有兄弟 姐姐对他呢 帮助不大 跟哥哥不一样 一旦入朝未官 就成了杨玉环自己势力 所以他决定 把杨国忠留在身边 可杨国忠这个人呢 一没学问 二没本身 怎么才能让唐玄宗重用他呢 两人商来商去 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 当时的皇上唐玄宗啊 正痴迷于一种 叫做初谱的赌博游戏 这初谱是什么呢 跟现在这智骰子挺像 看点数多少 还得算分 而且得扔多少把 然后累积加起来 把分加起来 然后算谁分多 谁赢 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很复杂 而且分很难算 所以经常玩着玩着 就忘了谁多少分了 不清不楚的 挺扫兴 有一次呢 宫中举行宴会 大臣都来了 杨国忠呢 随杨贵飞的两劲一块 也被邀请进宫赴宴 九个三巡 蔡国五位 唐玄宗说 那大伙都高兴 玩两把出谱吧 就扔骰子 杨国忠早料到皇上有这心思 就自告朋友站出来 说我来负责算术技术 杨国忠从小不务正业 你看是不务正业 但凡是跟赌博沾边的事 那玩的可精了 所以他这个技术啊 记得又详细又精确 哎呦 这唐玄宗很开心 还夸他 说你是个好杜质郎 说什么叫好杜质郎 杜质郎呢 是户部 就是财政部啊 负责统计核算 财富收支的官吏 唐玄宗这么说呢 无非是借这个杜质郎 这个比喻啊 说你杨国忠算术算的好 但是呢 杨有环抓住这句话不放 说你看皇上你惊口欲言啊 你都说这杨国忠是好杜质郎 你得让他担这个官职 经过轮番轰炸呢 唐玄宗只好答应了 这也答应不要紧 这杨国忠从这个杜质郎开始 就跟做上火箭一样 从五品判官到八品监察御史 再到四品御史中成 短短几年时间 杨国忠身兼十五个官职 成了仅次于当朝宰相李林府的朝廷重臣 那么唐玄宗不是个昏君 他怎么会糊涂的重用杨国忠这样的混混呢 这就跟当初端王赵吉 当是皇帝 成宋惠宗任用高求差不多呢 其实唐玄宗前半生啊 对外戚任用是很有分寸的 通常啊 我用你 也就是授予你一些贤职散观 没实权 他也知道外戚专权到一定程度 连君王都难以控制 那么他为什么 这么重用杨国忠呢 唐玄宗当时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主持朝政有心无力 再一个每天沉迷于杨贵妃 也无暇顾忌 所以杨贵妃在耳边吹风啊 杨国忠就得到连续提拔 杨国忠被提拔之后呢 七言日益高涨 但是能力方面 他嚣张不起来 为了掩盖自己无能 他常常用谎言骗唐玄宗 给自己要功请赏 有一年呢 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 老百姓没吃没入 情况很危急 有大臣就把这个事啊 报告给唐玄宗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杨国忠分管 所以唐玄宗让杨国忠啊 你查一下 看一下怎么回事 杨国忠到那一看呢 灾情确实很严重 于是他赶回京城啊 向唐玄宗汇报 可没想到是见了皇帝以后呢 杨国忠改口了 他带了很多品相 非常好的庄 就给唐玄宗看 说你看皇上 雨水虽然多呀 没上海到庄 意思是我管理的地方 我平常很重视啊 水利建设各个方面 没什么天在人祸 大灾当前 我这依然是 行事一派大好 场面一片繁荣 唐玄宗一听呢 心里挺开心 夸着这杨国忠办事可靠 赏他一大笔银子做奖励 当时陕西扶风太守 房碗听到这消息之后 非常生气 再次奏报当地出现水灾 杨国忠知道之后呢 马上叫御使 半路把这房碗拦下来 而且大行伺候 如此一来 别的官员一害怕啊 没人敢汇报事情 除了这个说谎要功 杨国忠会摇乱超纲 完全以自己的好物 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 按惯例呢 唐代选拔官吏 要由立部侍郎 这个官员具体负责 就说白了 组织部副部长 人事部副部长 得经过三唱三注 比试面试 层层选拔才能确定 整个过程呢 从春呢 到夏 横跨将近三四个月 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 办事精明力度呢 不走程序 他把等待选拔官员 叫到自己家 经他面试 就确定官员名单了 然后把能拍板的 相关人员呢 这个立部的人呢 都叫来 当着他们面呢 把名单念个遍 然后说 你们主管这官员都来了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 就算经过考核了 谁就他一人定的 所以从春之下的官员考核 到他这一天就完事了 大家也知道 这泰尔系 但是畏惧他全是 没人敢提出疑议 那么这些原本呢 才出学潜 得不到晋升机会的无能官员 因为杨国忠的胡闹 被选拔上了 所以这帮人感恩戴德 打算给杨国忠立个杯 歌颂他选拔有功 可笑的是唐学忠还同意 让他人起草碑文之后呢 唐玄忠还给亲自修改一番 拍马屁的官员呢 一旁边向杨国忠献媚 一旁边向唐玄忠献媚 把唐玄忠修改过的地方 用黄金添上 结果是想让杨国忠 刘庞千古 可是他们如意算盘 没打多长时间 杨国忠作恶多端 激起民分 最终咱都知道 这个暗始之乱的时候呢 他被乱刀砍死 成了千古罪 那我说到这儿呢 有的人可能不满意 说老梁你竟说这不好的 难道外戚就没有好人吗 说实话 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外戚相对于内侵来说 对皇帝的帮助要更大些 但是外戚毕竟是外戚 你做的再多 你是延续别人家的事业 所以在这种心态驱使下 有些外戚即使开始 是真心辅佐皇帝 后来也变得适从而交 甚至产生串权的想法 所以皇帝们 为了避免外戚干政 有时候从源头去采取措施 你比方说汉武帝 他为了防止外戚干政 在立小儿子刘弗玲 做太子之后 一狠心就把刘弗玲的母亲 沟毅夫人给处死 其实汉武帝跟沟毅夫人的感情 非常好 两人之间还有个有意思的事 有一年汉武帝到下边巡视 路过河间 就先在河北河间府 随从当中有个人 负责观天象 占卜吉凶 他就对汉武帝说 此地有旗女 就有一旗女子 汉武帝非常感兴趣 就派人下招寻找 结果找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 这个女子齐在呢 天生双手就握成拳的形状 不能伸开 伸不开 汉武帝把她叫过来 你一看果然拳头紧握 于是他就试着轻轻一掰 没想到少女的手一下被打开了 掌心了还出现一只小玉钩 玉座的钩子 汉武帝就觉得 这个女人是天女下凡 把她带回皇宫 对她百万宠爱 因为她手中握着玉钩 所以这位女子被称为钩义夫人 当然这个故事 不可能是真的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汉武帝对钩义夫人 确实很宠爱 不久之后呢 钩义夫人给她生了个孩子 这儿子叫刘福玲 比汉武帝任何一个儿子都聪明 汉武帝觉得 这孩子跟自己像 再加上对钩义夫人喜爱 就立了刘福玲为太子 但是汉武帝心里有很大顾虑 原因就是他继位的时候呢 外戚专权最厉害 朝中大小事 都有当时窦太后干预 包括当时汉武帝 刚出的新政 新任的丞相 窦太后一句话都给推翻 所以汉武帝十分担心 自己死后啊 自己刚登基的时候 那一幕会重演 没人能制约外戚 所以在决定啊 立刘波玲为太子的时候 他找了借口 一狠心 把钩义夫人给杀了 那么和汉武帝相比呢 朱元璋做法啊 更彻底 他从源头就切断外戚干政 朱元璋作为个平民皇帝呢 他想法跟世袭的皇族不同 他规定自己后世子孙呢 凡做皇帝呢 一定要从平民当中选嫔妃 平民嫔妃呢 没有家庭背景支撑 皇帝就不用担心 他们受宠之后呢 朝廷被外戚干扰 清清清清 何了不为 所以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呢 对这个规定啊 执行的是比较到位的 你比如明云中的皇后 张皇后 他父亲就是个下层官吏 明宣宗的原配皇后 红皇后 他父亲就是个锦衣卫的百户 明孝宗唯一的皇后 张皇后 他父亲是个国子建生 明西宗的皇后张燕 是选秀女出身 他父亲连官都不是 当然有人说 老梁你说的不对啊 明成祖朱棣的皇后 徐皇后 那可不是平民出身 他父亲是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 这个确实是 但问题是朱棣原来也不是皇帝 他只是燕王啊 他后来从侄子手里夺了皇位 所以他当初选妻子的时候呢 他不是皇帝 他就不受这规定 他就跟徐达的姑娘结婚 所以这是个例外 那么其实外戚干政这事 归根到底还是皇帝的错 不是年幼不懂理政 就是年老力不从心 再加上昏庸无道 软弱无能 不想承担责任 这才导致外戚有机可乘 另外几乎所有的外戚 都没什么好下赏 因为皇帝长大以后呢 会马上收回权力 并且把威胁到自己的人赶尽杀绝 所以说干政的外戚 是最不明智的一群人 也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一群人 是最费力不讨厌的一群人 是最费力不讨厌的一群人